中白色大大的眼睛 頭前面兩隻小觸角 整條魚身呈現橘色 尾巴不停地左右拍打著 它是被稱為龍頭蝦身的怪魚 在台東大午外海被漁民捕獲 當時漁民抓到它時 還以為又抓到了龍王魚 但其實它是罕見的聚集紅防腐魚 這隻長相其他的怪魚 生長在300到500公尺深的海底 平常只會在海底匍匐 專家表示要抓到它很難 除非是用拖網抓魚 才比較有可能抓到 也由於它的外殼很硬 身上沒有什麼肉 因此食用價值也不高 由於經濟價值不高 漁民通常抓到它都會直接丟掉 這次難得又抓到罕見的聚集紅防腐魚 好奇的民眾紛紛拿起拍照 要留作紀念